打檀布景是软木画制作的最后一道关键程序 在制作作品时 打檀师傅要先制作檀底 今天陈师傅要制作的檀底是一座山峰 他要用刻刀制作出延迟粗粒的效果 打檀布景的师傅 他一个基本的要求就是他具有美学功底 在最终的布景的时候 他不一定是按照绘图的要求 去完全的去复原这个绘图的这种意境 他可能根据布景的时候 他要非常灵活的掌握 这个树放在哪里 这个桥放在哪里 这个亭子放在哪里会更美 还要不要在 他有权利决定 是不是要再增加一些什么 或者说是不是要再减少一些什么 那里是觉得这样的 在布景师的手下 亭台楼阁 桥梁船舶 松白柳木 走廊飞行 形成一个微观的园林 这件作品是四五个师傅 三个多月的努力